他是南宋第一权相 更曾是朝中有名的忠臣义士 却没想到因为一念之差 一臭万年 跪地至今不起 秦桧到底是不是奸臣 答案只有一个字 是 那么既然他毫无疑问是奸臣 为什么自古至今 那么多人为他翻案呢 秦桧究竟做了什么 秦桧刚刚踏入朝廷的时候 整个南宋都认为 他将是一个忠心名相 这因为在北宋末年时 发生了一件事 金国打进北宋以后 整个天下都摇摇欲坠 朝廷的大臣们荒成一团 就连宋归宗都为了甩手烂摊子 将皇位连夜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金国向朝廷提出了 割地的要求 朝中一大半的官员 包括宋亲中在内 都同意割地的要求 眼看着国家不保 此时血气方刚的秦桧站了出来 他坚决不同意割地求和 即使他知道自己人为言轻 但仍旧联名尚书 反对割地的要求 后来金国再次进攻北宋 并且还想扶持张帮昌当皇帝 仍旧是秦桧站出来竭力反对 铁了心支持赵氏皇族登基 虽然最终 北宋的灭国之祸没有避免 但是秦桧却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忠臣 那么这样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儿 到底经历了什么会性情大变 一反常态成为奸臣呢 秦桧反对金人之事 当然引起了金人的忌惮 作为大宋的忠臣 也是金人的头等敌人 于是金国派人将秦桧与妻子王氏抓走 并且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 都说八十年河东八十年河西 秦桧在金国遭受了让人难以想象的折磨 不过离奇的是 不久以后 秦桧与王氏竟然逃回了大宋 他对赵构说 自己是杀掉看守的士兵才逃了回来 眼看着他身上还伤痕累累 显然是遭受了很重的刑罚 赵构对他毫不怀疑 谁让秦桧是众人眼中的最为忠义之士呢 只不过在此之后 很多人发现 秦桧跟以前有些不太一样了 北宋灭亡时 他极力反对割地求和 现在却主动向皇帝提出 男人归男的建议 其实说白了 就是让朝廷难迁 将金人占领的北方 从版图上分离出来 等于是彻底将北宋的土地 全都送给了金国 宋朝与金国的矛盾还没有化解 朝中以岳飞为代表的将领 极力主张攻打金国 秦桧为了阻止岳飞 简直是用尽了手段 两人都是朝中位高权重的大臣 虽然他们是敌对方 但是也并没有深仇大恨 不过秦桧为了不让朝廷攻打金国 只能将岳飞给拉下马 秦桧联合亲信 给岳飞罗治了众多谋逆罪名 将岳飞与其长子岳鱼 一起入了大理寺域 致使父子二人冤死 他被唾骂千年 真的被冤枉了吗 秦桧明明是冤死民族英雄岳飞的主谋 却仍有多人不停地为他翻案 他到底做了什么 曾经网络上出现了一本《秦桧大传》 一下就红极一时 这因为书中所写 秦桧是杰树战乱 造福苍生的南宋杰出政治家思想家 甚至还将他称为拯救百姓与水火的真宰相 这个观点瞬间就引起了人们激烈讨论 后世人们眼中的秦桧就是一个奸臣形象 这一点毋庸置疑 然而离奇的是 竟然还有人认为 历史就是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 因为秦桧只是宋高宗赵构的替罪羊 如果当时岳飞真的大败京军 赢回灰亲二弟 这是赵构万万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必须除掉对抗京军的主力岳飞 这个说法倒是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同 当时以秦桧为首的官员 上奏要处斩岳飞时 宋高宗的确迫不及待地批复了奏章 既然有这个奏章的出现 就说明朝中有人早就读懂了军心 所以按照君王的意愿 主张处斩岳飞 不管奏章是怎么说的 宋高宗本身也忌惮岳飞就对了 他非但不能让徽秦二宗回朝 还要保住自己的江山 免得激怒京国皇位不保 更重要的是 在秦桧死后 宋高宗还曾多次告诫朝中的大臣 与京国之事就是秦桧自己的决定 并且禁止朝中大臣再议论此事 另外 岳飞曾经给宋高宗上了一道奏折 请求他正激宗之名 也就是将皇位传回给宋清宗之子 这件事触怒了高宗 所以他才将岳飞视为了眼中钉 所以有一点可以肯定 岳飞在宋高宗的心里非死不可 而秦桧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为了给帝王排忧解难 当然就替宋高宗顶了罪名 因此很多人认为 秦桧本身就是冤枉的 他非但不是害死忠良的坚持 而且还付出良多 为了国家的安稳 受辱千年 然而很多人忽略的一点是 即使宋高宗是害死岳飞的主谋 但并不代表秦桧就是冤枉的 秦桧为了彻底扳倒岳飞 故意给他编造了众多莫须有的罪名 朝中以为叫韩世忠的官员 此人曾经是岳飞对抗金兵的得力助手 后来秦桧想要从韩世忠下手瓦解 被岳飞修书救了一命 念着这样的恩秦赞 韩世忠曾经跑去质问秦桧 岳飞究竟犯了什么罪 没想到秦桧竟然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六个字 其事体莫须有 意思是说到底什么罪还需要有吗 韩世忠人为言轻 终究无法跟秦桧抗衡 也只能寒奋离去 此时的秦桧早就已经黑化彻底了 就算没有军心 他也一样会冤死岳飞这个对手 一个没有良心 没有底线的人 谈何冤不冤枉呢 岳飞被冤死以后 秦桧彻底获得了高宗的信任 在这之后的十几年内 一直都是秦桧在朝中独裁 哪怕在他病逝之期 秦桧连皇帝的举动都掌控在了手中 所以关于秦桧到底是中是间 有没有被冤枉 答案始终都只有一个 而那些试图为秦桧翻案的人 是否体会过岳飞父子二人的冤屈呢 秦桧竟然是金国的奸细 一个细节让人细思极苦 那么如果站在金人的角度 他就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也就称不上是奸臣了 这到底是真是假呢 曾经秦桧被金人掳走 不久后竟然带着家人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从此以后秦桧就性情大悲 开始不再主张对抗金国 在这里面的确有很大的疑点 因此人们认定秦桧效忠的金国 这才回到了朝廷中当了奸细 此外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 能够说服众人 当时赵构想要废了秦桧的宰相之位 却遭到了金国的激烈反对 因此秦桧才保住了自己的位子 这也更增加了秦桧的可疑程度 不过这些都仅仅是后人的猜测 并且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能站得住脚的证据 证明秦桧是奸细 那么秦桧为何从金国回来后 就性情大变呢 其实不难理解 首先秦桧从来不是个忠义之士 尽管他曾极力反对割地求和 但这也是基于他顺从民意的基础上 秦桧是一个极其圆滑 且非常审视夺势的人 北宋灭亡之际 百姓反对割地求和 南宋建立以后 朝中大臣们多主张议和 他立即看民局势 顺从民心提出求和 更重要的一点是 秦桧被金国俘虏后 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但秦桧绝不可能对他以礼相待 所以还有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秦桧被打怕了 一个本身就没什么底线与良知的人 体会到金人的恐惧之后 当然不会再与之对抗 所以才在逃回南宋后 极力逐和 那么你认为秦桧到底是不是 金国的奸细呢